算是不算合格的 或者應該算是沒有繼續update的一個合格的開發人員 因為現在GipHub已經變成趨勢 就是說 以後你寫好的那個程式 你可以再把它傳到上面去 你看要不要公開跟大家分享 你也可以分享 你也可以不分享 你也可以把你寫過程式放上去 他也會自動幫你做版本控制 上面也會顯示那個行號 你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共同開發共同討論 都可以放在這裡 但是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個啦 不過我覺得還是用不太習慣 可能要慢慢適應 因為以後的世界 你會發現就慢慢跟雲端 一定要 搭上 所以以往我們開發完之後就local個人開發之後 要跟其他人分享我們的sauce的時候 其實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而且還有牽涉到開發環境不太一樣 我給你的sauce你在你的環境可能還開不起來 也有這種問題發生 但是 慢慢 他會希望說怎麼樣 取得一個比較好開 比較好公開的一個方式 然後 所以如果你沒有gip hub 帳號的話 你個有空的話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這個gip hub 這個網站 要是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有的話 他可以自動怎麼樣 你把你的 程式放上去 他也可以自動幫你產生一個app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才剛放 好像這個剛剛的畫面也是最近才更新的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再試試看 比如說我可以把我的程式有沒有 像是這個台北hotel這個sample 放上去 也可以自動 改一改之後呢 自動就產生一個app 這個倒是還不錯 不過這個我還沒試過 之後的話 試試看 再跟各位分享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好像 是不是都流行那種 流行一些 更新 不過你會發現 有前途的 這個 公司或網站 他好像會經常更新 就像Google那個 雲端上也更新的 這邊也更新的 表示我跟各位介紹的應該都是有前途的網站 有前途的公司 他才會不斷在更新 不然的話有些網站 幾乎也沒什麼更新 OK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